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误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的第一章 第二十八节开始 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我们上次讲到说 当人故意的不认识神 故意忽略上帝在天地间 以及在我们人心中的启示 把祂的事情 把祂良善智慧都显给我们 而我们故意不认识祂的时候 或早或晚 或者个人 或者集体 迟早我们就会开始拜偶像 因为人心里有这个敬畏上帝的心 当你不去敬畏那个真实的上帝 你就会疯狂地去敬畏那个偶像和假神 宗教是很可怕的 如果没有拜对上帝 我们会宗教的战争 宗教的欺骗 金钱上的 这包括基督教在堕落的时候 也都会有这种危险 然后就是信上的堕落 在基督教里面 信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相信这是上帝造的 是让人能够享受的 可是当人不信靠上帝的时候 人就会乱用信在那里放纵 越放纵其实越空虚 越没有满足和喜乐 因为信是必须在爱中被建立的 信上犯罪了 那么下面就是其他的不合理的事情了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 人是故意不认识神 然后你故意不认识 神就任凭你 神一再的事实上在你不认识神 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的启示 你观看这个世界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便说人算什么 你看这宇宙这么美丽 我们欣赏晚霞 欣赏这些玫瑰花 却不相信这后面有个创造者 而是这只是原子分子 临时碰撞出来 偶尔碰撞出来的 一再的千年万年 一次的拒绝上帝 上帝就任凭你存邪癖的心 做那些不合理的事 在一章二十九节就讲到 人从里到外的种种的 不亦邪恶贪婪恶毒 嫉妒凶杀诡计 真净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怨恨神 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过 他们无故的恨我 那无慢的 狂傲的 自夸的 这狂傲我也要提一下 这孔夫子讲很多话很对 但孔夫子说 如果不得人吗 必也狂捐 就是仁爱的人是最好的 然后就是狂和捐 狂者进取 捐者有所不为 这个我想孔夫子 这个需要重新解释 因为从圣经来讲 狂是要不得的 自大 自以为是 这是要不得的 因为我们人 的确没有什么任何 可以夸口 自大的理由 所有的美善从神来 神给你美善 给你聪明 无非是要你用这美善 聪明去荣耀 他去帮助人 怎么用来自肥自大呢 人狂傲自大 然后会打压别人 捏造恶事 违背父母 无知的 被约的 西方也常会讲 罪是一种无知 罪不仅是一个邪恶 罪也是一种 因着对上帝的不认识 对环境 对自己 对别人也会有一个 错误的估计 罪是无知 不认识上帝的那种 错误的态度 不该有的态度 被约的 不守信 在这里面 这个 也等于说 把人的罪恶都讲出来 人的罪恶里面 其实也就是魔鬼的罪恶 在约翰福音里面 讲到魔鬼 两大罪恶 一个就是说谎 欺骗 这比较软的 一个就是杀人 这就比较硬的 那我们人间 大概罪恶也就是这两类 一个是用柔的 软弓来欺骗 来伤害人 一个是用恐怖的手法 来伤害人 总之的都是违背真理 没有爱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 对亲情也没有 会用别的来取代亲情 有亲情的时候 常常也是一种利用 因为他能给我什么好处 我才这样子 不怜悯人 不会去同情人 自己错了 当别人犯错的时候 不会想要去怜悯 会自大 三十二节 他们谁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我们的上帝是圣洁良善的 全然良善 全然圣洁 所以我们的上帝 他不容许有罪恶 有罪恶就要死 当然我们感谢主 第一个上帝 让这个死刑的执行 拖了七八十年 我们应该生下来就该死的 甚至不该出生的 但是神让我们有七八十年 悔改和享受他恩典的机会 那么 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 使他代替我们死亡 让我们有永生 人知道 人知道不应该作恶 人作恶会有惧怕的 你看那些黑道的弟兄 他的大哥小弟比谁都多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去暗杀人 伤害人 所以他需要越多的人来保护他 他越多的大哥小弟 就越让人知道 他非常清楚不应该去杀人 他自己怕被杀 他需要很多人保护 他去杀人 你看那些恶人 他家里有越多的保障 就越让人家知道 他的犯罪是无可推诿的 他知道这是不对的 人从故意不认识上帝 到最后就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明知故犯 知法犯法 知道会死还犯 而且不但自己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个可能我们都有点经验 作弊 总不希望一个人作弊 大家一起下海 找人一起来作弊 不仅是成绩可以好一点 而且犯罪共同犯罪 这都是一个人的邪恶 保罗在第一章 先讲到上帝的 上帝创造的奇妙 然后就讲到说 人故意不认识上帝 然后就在罪恶里面 这个主要 在第一章主要讲的是 外邦人 所谓外邦人 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 犹太人称其他的民族 这叫外邦人 当保罗讲完 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 如果犹太人听到 就是今天以色人听到 他说拍手 太对了 这个外邦人 罪该万死 犹太人认为 这些不认识 耶和华的外邦人 都是该死的 那我不知道 观众里面 有多少基督徒 多少非基督徒 如果非基督徒 您听到这些 请您不要以为 我在骂您 也不要以为 圣经在专门骂您 也不要 更不要以为 我们基督徒 是在自大指责别人 因为我们基督徒 和非基督徒 我们一样都是罪人 只是在上帝的光照 怜悯下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就得到拯救了 我们尤其上帝 尤其严严禁止我们 当我们被上帝拯救 被上帝医治以后 我们就变成自大自义 那么犹太人 有这个毛病 犹太人听到保罗 责备外邦人的时候 他会说真的很对 犹太人在保罗 写罗马书的时候 寡国小民是一个战败国 不但战败国 是一个赤殖民地 他们根本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他们鸟不生蛋的巴勒斯坦 很小的地方 在整个的欧洲里面 是非常不起眼的 今天以色列因为国势比较强 所以成为新闻的重点 在那个时候根本 他们的武功文字文化哲学 根本是不值得谈的 没有成就的 可是他们有一点很自豪 他们觉得他们是选民 他们也的确是选民 他们觉得有一点他们的哲学 他们的文学 他们的武功 这些不及别人 但有一点是 不但是比别人好 而且是唯一正确 就是他们敬畏了真神 这个敬畏的真神 给他们带来就是 品德上的善良 注重家庭生活 不会有那些败坏的德行 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 说这个外邦人 这些人是该死的 我就非常高兴 那有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 在责备不信主的人的 罪恶行动的时候 我们也讲得口莫横非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看看 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 你这个论断人的 你责备别人 你无可推诿 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你在定自己的罪 你自己种种的不义 种种的邪恶 你自己知法犯法 你自己有上帝的恩典 却做更多的邪恶 这怎么可以呢 保罗在这里就 从责备外邦人起 责备犹太人了 这个保罗责备犹太人 当然也不是一种 自义和自大 这也是一种述说事实 那他自己也是在神的恩典中 得到拯救的 所以他也希望把人有罪 跟众人能够说出来 我这个罪人也能得救 你这个罪人也能得救 有病就要承认有病 然后得到医治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罪 只在定别人罪 你每定别人罪都在定自己的罪 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照真理定他有罪 神是很公平的 你知道上帝的事 像犹太人知道上帝的事 知道上帝的法律 知道上帝的律法 却故意犯罪 那么上帝就会审判你 第二章的第三节 你这人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论断 就是定人家有罪 你定人家有罪 而且一杆子把人家打死 觉得他就是错 你却自己行的跟别人一样 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 满口仁义道德 一肚子难道女仓 有些人学问大一点 观大一点 对别人的指责比较多一点 那圣经上说 如果你自己行为跟别人一样的话 你要受的刑罚是更大更多 就好像我们说一个法官犯法 是应该受更大的责罚一样 那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犹太人 当他知道上帝的真理 而在生活中自意自大 又心中有种种诡诈的时候 他也不能逃脱审判的 当你在论断别人自意自大的时候 第四节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当我们拼命在说别人不对的时候 保罗说你是在轻视 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你不知道他对你有那么大的恩慈 就是这基督徒一定要很谦卑了 假如我们在外表的行为 因着上帝的帮助 真的是比别人好 甚至我们内心也比别人善良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能骄傲 因为你要知道 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恩慈临到你 而且他也常常宽容你所做的错事 而且他也常常忍耐你的邪恶 你的不当 保罗在他生命里常常有这样的见证 尤其他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前书 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的 逼迫的 误慢的 然而我还是怜悯 蒙了怜悯了 耶稣基督这样是为了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这话是可信的 可佩服的 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保罗说你 你有很多的罪恶 我也有很多的罪恶 上帝不仅在我们身上显出 他给我们聪明智慧的恩典 他还显出 他真是在忍耐我们 保罗说这要给后来得救人做榜样 一方面是要给后来也是罪恶的人知道 这样的人是有盼望的 一方面是只从罪恶中被拯救的 被提升的 千万不要丑小鸭变成天鹅了 就轻看其他小鸭子 那我们基督徒容易犯这样的错 保罗说你要知道 神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他的这个恩慈宽容忍耐 都是要让你悔改的 你说我已经悔改了 各位悔改不是一次的 悔改是天天的 正如更新应该是天天的 悔改就是每天脱下旧人 穿上新人 每天比别天 昨天更要进步一点 悔改是每天希望自己能够 更专心的爱上帝 更专心的爱人 悔改是对你自己过去的 都觉得越来越看到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基督徒的真正的谦卑 真正的圣洁 真正的悔改是应该越来越 对越来越圣洁 却越来越谦卑 也越来越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不要忘记 神的恩典是带我们悔改的 如果有人是觉得我不需要悔改 那你真是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了 神叫我们悔改 第五节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又是一个认凭 上帝认凭我们自己 我们有的时候也认凭自己的心 刚硬 我们说妞啊 从小到大人都会这样子 有的小孩子很妞啊 就是硬 有的做丈夫的 有的做妻子就很硬 因为你说我就偏不听 就最看不起自己的老婆 或者自己的老公 就最不愿意听自己父母的话 或者是就对自己的小孩 有最大的不耐烦 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心刚硬就不能改变了 刚硬就不能改得更好了 柔软的心才能悔改 柔软的心才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不悔改继续在骄傲之大 批评论断别人 这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一种为自己积蓄愤怒 什么叫做为自己积蓄愤怒 我形容一下 像假如说我在管教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现在长大了 不打也不骂了 但是在小的时候会打的 父母哪里喜欢打小孩呢 都希望小孩见好即收嘛 譬如说他们两个 我两个孩子在那里闹 不听话 我会说不要再闹了 够了 那么但是假如口气松一点 很和气的 也要继续闹继续闹继续闹 这每继续闹一下来 就是为自己再积蓄愤怒 当爸爸或妈妈真的火了 就把你所有闹的该乏的 加在一起还加上利息 当一个人自意不悔改的时候 而上帝好像也没有处罚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得意啊 你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 等到上帝罚的时候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以色联过去 就是不肯悔改 不肯悔改到最后就亡国了 为自己在积蓄愤怒 神是会发异怒的神 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神是一直愿意赦免你过去所有的罪恶 你真做错很多的 有一天被光照了 我错了 上帝就完全赦免 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肯悔改 有一天过了那个悔改期限的时候 那神按公义审判的日子 就会显明了 就会来到 这个不要把它了解 不要把它只限制说 神将来的审判 我觉得在我们平常生活中 神有的时候也显出他公义的审判 在我生活中会提醒我们 有的时候受到一点小打击 提醒我们 这都是为我们好 他的审判的日子在我们生活里会显现出来 当然最后的审判 最公平的审判 那是将来才有的 现在没有 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一些这样的事情 下面说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刚才讲 你如果继续不断地在犯罪 继续不断地远离上帝 那么 总有一天了 上帝是不愿意发脾气 就一直在那里忍耐忍耐忍耐 忍耐到你真的悔改了 那也很好 他就赦免了 但忍耐忍耐 你不悔改 那忍耐有一天变成愤怒的发出来了 那对好的人呢 也有好的办法 第二章的第六节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 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犀利人 却将荣耀尊贵 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犀利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各位如果你看 看这个节目 只看了刚才这一段 你千万现在不要关到电视 因为下面一段 你无论如何要看完 才不至于有误解 我想在罗马书里 我刚刚读的这段话 甚至整个圣经里 这段话是最不需要解释的 因为每个人都懂 那就是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你行善 神就给你永生 就祝福你 行恶 神就让你痛苦 做什么 收什么 这好像是一句 不需要解释的 可是这段话 最需要解释 因为这段话 我们照刚才那样来了解 就最违反基督教的道理了 如果做好事 上帝就祝福 做坏事 上帝就咒诅 那么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特色 这是所有的宗教 和所有的理性 想的是这个样子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我们跟我们小孩 教育都是这样的 你好好的 人种什么 就会收什么 好好的 种好的 就会收好的 种坏就会收坏的 那保罗在这里也讲了 那我们要上天堂 要得永生 就是好好的行善 那要信什么耶稣呢 有人说信耶稣 那就帮助你行善 更有力量 那是错的 圣经上从来没有讲 信耶稣 是让我们行善 更有力量 因为圣经上讲 我们根本没有行善的力量 从一开始就没有 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没有 一直做上帝帮助我们 但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 但是他好行为 他就得救了 那基督徒 没有好行为 信耶稣就不得救了 各位这段经文 看起来最不需要解释 就是他在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可是因为不需要解释 因为人人都懂 甚至在每个宗教里都有 就最需要解释 非常需要解释 因为这段圣经 跟其他圣经一样 是一致的 不会有冲突的 保罗在这里讲 其实就是在讲一件 人办不到的事情 就是人并不能够真正的 任何一个人 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 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 和不能朽坏之福 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心了 因为如果你恒心行善 行善可以 我们不可能有恒心 而且不会从心里出来的 人的良善 常常都是短暂的 片刻的 而且连那个短暂片刻的良善 不管是出自基督徒 或非基督徒 任何的善行 终究还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那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了 非基督徒也可以行善 而且行很多 而且行的甚至 可能比我们更好 因为上帝 这个叫做一般恩典 或普通恩典 上帝既吃阳光空气雨水 给好人给歹人 上帝也把聪明智慧 给好人给歹人 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上帝也把行善的能力 给好人给歹人 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只是这种良善 不能叫人得救就是了 这种良善可以叫他在世上 得到一些称赞 也真的有一些好处 但是不能叫人家得救 但即使是这种良善 也没有人能够横心去行 所以保罗说横心行善 横心寻求荣耀尊贵 寻求那个从上帝来的荣耀尊贵 寻求真正美好的荣耀尊贵 不是自私的 那么寻求那个不会朽坏的 不是寻求在世上荣华富贵 而是寻求不会朽坏的福气 是来自上帝的 神就给他永生 那这种心智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种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 这种作为是上帝给我们的 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 我们是办不到的 所以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 虽然神是这样做 如果你不断地寻求神就给你 不断地行善神就给你 但是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因为我们在第三章后面会看到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那相反的第八节 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 这一点到实现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信靠上帝 我们真的都在痛苦中 有很多的报应 很多的愁苦 谁不苦呢 对犹太人对外邦人犀利年 都是一样 没有人行善 所以没有人能得到 永恒的尊贵平安 但是每个人都作恶 所以每个人都得到 愤怒恼恨 这段经文我们需要解释 就是人并没有真正的良善 人并没有恒久的良善 也不是恒久在寻求良善 好 那什么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 在犹太人讲 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就是上帝的律法 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是良善 不遵守上帝的律法 就是罪恶 那可是我们知道 不知者不过 外邦人 非犹太人 他们没有圣经 他们没有实戒 那么他们犯了法 犯了律法 上帝怎么罚他们呢 这个不知者就不罪 这个我们都知道 法律要三读通过 不但三读通过 也需要公告某一个时候了 让大家都在合理的情形下都知道了 然后你再犯 那这就是该处罚了 今天我这条街 昨天晚上突然双行道变成单行道 那我犯错了警察看罚单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 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是好的 这半夜改的 我怎么知道 那警察可能会说 那我们的标识不清楚 就不能罚你了 如果好是遵守上帝的律法 坏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 那个律法就是摩西五经 律法就是实戒 那外邦人没有实戒 没有律法 上帝怎么处罚他呢 上帝有处罚他的办法 就是虽然他没有摩西五经 虽然他没有旧约的律法 虽然外邦人不懂实戒 不管埃斯基摩人 印第安人 或者中国人 或者任何一个民族人 他们没有旧约圣经 但是上帝说 他们还是知道一件东西 那个是写在他们良心上的 不诚文法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 这一点也是现在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不接受的 但是我们从圣经来讲 是有的 我们要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 来说明这个观念 愿神赐福大家 他的时间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那天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